呃 好像沒有解答到他欸 糟糕 史上最尷尬 在哪 嗨 愛的朋友們你們好 我是張家翰 為什麼要說是張家翰呢 因為我演了一個愛情電影 這裡有一台愛情扭蛋機 我就來為你們解答一些愛情的問題吧 預備 開始 第一題 分手還可以當好朋友嗎 我覺得要看兩個人怎麼溝通 對我來說我覺得可以 而且我覺得因為你們 曾經很熟悉彼此 所以或許你們當朋友的時候 其實那個朋友關係更 更熟悉這樣子 所以可以 好 咻 跟遠距離男友越來越疏離怎麼辦 因為我沒有遠距離過 所以可能疏離的時候 去看個電影吧 或許你看完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你就知道如何把距離拉近 好像沒有解答到他耶 糟糕 表白被已讀不回怎麼辦 看要不要再喘一次 看他會不會再回什麼 因為我是阿翰 然後我目前還在已讀不回當中 所以一起已讀不回也蠻幸福的 再一題 如何確認對方也對自己有意思 我覺得這是一個感覺 你跟這個人相處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好像也喜歡你 就像你跟這個人相處 你們兩個會有一種無形之中的默契 你們會偷偷的記下對方喜歡吃什麼 或是喜歡 特別喜歡什麼 我覺得當你有這些小舉動的時候 或是對方有這些小舉動 然後被你發現的時候 可能就是對彼此有意思 不要急 慢慢來 慢慢來的感情最美麗 耶 好 經濟狀況差很多會是問題嗎 既然大家都說愛不分性別 或是不分種族 那我覺得經濟這個東西也就是一個問題 當然在愛情裡面還是要考慮到實際面 有些時候兩個人經濟不一定很好 那一起努力去工作啊去幹嘛 其實也蠻幸福的 希望這個經濟有問題的這一對情侶 能夠一起找到一個屬於你們的工作 一起勇敢的打工 史上最尷尬 從上述的一些愛情經驗分享之後 你更了解到 張家翰就是一個不太了解愛的可愛小男孩 所以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想要得到一些 更尷尬的回答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 我一定會讓你們尷尬到底 耶